今天我们再次路过古城资中 三刷一家本地的馆子 看本地人叫通风大饭店 他为什么叫通风大饭店 看一下 客人全部在锅道里去吃 其实我们很少有一家店来三回 他们家味道是真的好 核桃肉是特色 这个是凉拌核桃肉 现在多少钱一斤 六十 六十 来看一下 这是猪肝 这是鸭尊 这是鸭肠 这是肥肠 师傅锅里头都马上出锅了 出锅 漂亮 这个是核桃肉 给我们来个半斤 看下 鸭肠肉怎么办的 红油 蒜泥 吃点 再来一勺红油 葱花 小米辣 北京 现在还没到饭点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生意 其实川瑜地区这些馆子 它这个经商环境是真的好 就是住宅小区底下 这个才是苍蝇馆子 这是几个老姐妹约起下馆子 三菜一汤 兄弟们 这个就是核桃肉 猪生上最好吃的一块肉 有知道具体是哪个位置的 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 火爆最长出锅 这个颜色 这个是声报肥肠 我们一会儿也来一份 刚才我们倒的肉是11点半 也不过10分钟 看一下 里里外外就做满了 马上排到我们拌那个核桃肉 来看一下 详细配料 蒜泥 花椒面 花生碎 红油 酱油 醋 老汤 味精 再加点酱油 这个就是招牌 凉麦核桃肉 再淋一勺红油 哇 对筋对筋对筋 葱花 小米辣 这点是我们的半斤 回厂出锅 川鱼 川鱼地区啊 川鱼馆的最大的特色就是火大 油多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唯一不放辣椒的菜 锅里头是三份干油和炒 出锅 哦 得劲 漂亮 很多朋友说想看干腰和炒具体是怎么炒的安排 干腰和炒 详细教程来了啊兄弟们 起锅 烧油 这是腰花 猪肝 用胡椒粉 酱油 生粉 香一下 炒一点点蒜片 下锅 下锅 这个菜非常非常的快啊 豆拌酱 我来了 漂亮 漂亮 得劲 菜上齐了 来 看看这个油 火大 油多 味精起佗佗 来 先来一口这个 腰花 它这个花刀改的挺漂亮的 很嫩 很嫩 其实 它这种火爆菜 这也算江湖菜了 它另外一点 不只是火大油多味精起头做 它就是各种辣椒的运用 鲜椒 干辣椒 青椒 红椒 好吃好吃 生断肥肠 爆得跟鱼泡一样 这个还是蛮有嚼劲的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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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桃肉 桃桃肉 它就是猪头 摘骨头里头那块 好像是饼桃体那块 瘦肉多 哇 完全被政府了 完全被政府了 辣是真的辣 辣的 比一天临盖子啊 我们这种吃辣能力 在四川下面这种苍蝇碗的吃 招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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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招不住啊 但是又好吃停不下来 一到四川我们就走不出去了 一到四川我们就长个四斤肉 哎呀 太下饭了啊 来个腰花猪肝 盖饭 看不着啊 非常非常多的人打包啊 基本上相当于 附近人的一个食堂了啊 菜也不贵啊 给力给力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尝尝啊 吃辣肉 必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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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比成都的红油拌肉啊 口味重多了啊 抓不住抓不住抓不住啊 豆腐汤卖完了 酥肉汤来一碗啊 唯一不放辣椒的就是这个菜汤了啊 啊 爽爽爽爽 吃一碗 给力军 น 哪